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介绍反应热如何测定 需要用到一个装置我们叫做卡记 它的一文是这样子 这边有个反应是把它通电点火之后 让它产生放热反应 周围有水然后放热给水所以水会吸热 这边温度计测量水温的升降 就可以测出化学反应热 这个卡记是一个绝热的装置 里面的热出不去外面的热也进不来 它是依据能量守恒原理 可以知道进出反应物系的热量跟卡记系统的热含量变化会相等 也就是说反应的放热会等于水的吸热跟卡记这个装置的吸热 那我们再利用这个公式 反应热会等于水的质量再乘上水的比热再乘上水温的变化 接着我们介绍这个名词是课外的 叫卡记常数跟卡记热容量 它是整个卡记装置每升降一度吸所造成的热效应 这个叫卡记常数 因为反应物在放热的时候 这个卡记它也会吸收热量 还有一个名词叫水当量 这个水当量是相当于多少克水的热效应 我们叫水当量 比如说1公斤的卡记 它所吸收的热量相当于10公斤的水所吸收热量 那它的水当量就是10公斤的水 我们用下面的翻例来说明 以致氧化酶固体加水 酸减中和会放热 会产生固体的氢氧化酶 反应热是放热8.8千卡 如果现在把80克的氧化酶 加入25度C1公升的水中 然后沉水的容器不传热 就是卡记不传热 所以卡记的热效应我们就忽略 并且固胎的氢氧化酶溶解度非常小 也忽略不计 而且假设一末的氢氧化酶固体 身高1度C所需的热量 相当于身高18克水 温度1度C所需的热量 这个就是水当量 问你说反应后水的温度是多少 我们先假设反应后的温度是T度C 写出方程式 反应开始前氧化酶有80克 系数比是木耳术比 除以适量40 所以是2木耳 水有一公升 水的密度是1 所以一公升就1000克 除以水的分子量18 所以水有18分之1000木耳 所以这个氧化酶是限量4G 所以反应后 氧化酶反应掉2木耳 所以没有了 那水的话就是 18分之1000木耳 再减掉2木耳 产生氧化酶2木耳 而题目说 一末的氢氧化酶 固体身高1度C 所需的热量 相当于18克的水 身高1度C 所需的热量 所以这里 配合这句话 就相当于18克的水 所以反应的放热 我们可以写反应系 反应系统的放热 等于 环境系统的吸热 氧化酶 反应了2木 这个方程是 每反应1木的氧化酶 放热8.8千卡 所以2木乘以8.8 单位签卡乘以1000 变成卡 等于吸热的有剩下的水 还有这个氢氧化酶 水剩下这么多 一千分之18末 再减掉两末 水的分子量18 所以有这么多克的水 吸热的还有这个氢氧化酶固体 两末氢氧化酶相当于 这边写错了 不是18克的水 这里说 每一末氢氧化酶升高1度C 相当于升高18克的水 所以是18再乘以2 36克的水 这水的质量 再乘上水的比热是1 再乘上水温的变化 一开始水温是25度C 所以后来T度减掉25度C 这里就是水的质量 乘以水的比热 乘上温度的变化 所以T可以串出来 42.6度C 答案是C 有个软软包 里面含100毫升的水 然后软软包中 另外有一个塑胶袋 里面装了40克的氯化钙 然后使氯化钙跟水混合的时候 会放热 溶解热是82.8 每末千焦 水的比热是这样子 而我们假设 溶化钙的比热很小 忽略不济 而且溶化钙溶解 所释出的热量 完全有100毫升的水吸收 如果现在阿里山上 取一个5度C的软软包 打开使用 问你说该软软包 最高温度 可以升到几度 我们利用能量手痕 放热等于吸热 复养 通过 忽略 点温 空 一 这 还有 一 二 一 二 感谢观看